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阿斌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就來到Burn Park的地產現場 之前在Toronto有和大家有段短片分享過 還拜託我助手Kerry招來拍攝過 我們今天就深入一下 看看整件事是怎樣發生 這個項目是Polygon建設的 我們的地點這條小街就是Burn Park Drive 它外面大一點的那條街 現在有貨車經過 那裡是South Ridge Drive 它是一個十字路口位 向裡面有山坡 建了一個Condo和一堆Town House 因為它是一個斜坡 一直由下面向上斜 這個方向是北 那邊是藍 所以大家看到Town House雖然是三層高 但去看前面其實五層高的Condo 看上去的高度好像差不多 Condo就會面對前面South Ridge Drive的大街 Town House就會向來源發展 大家也看到整個Site的後面有很多樹木 公園一些比較自然的環境 所以今次Town House Burn Park這個項目 會有一些Town House 其實你會買到一個可以說是永久景觀 現在不敢說永久 至少半永久 因為Polygon的地界 它是差不多由這些屋開始向裡面 樹林數大約100呎的距離 中間也會有 大家看到這些泥是未完成的 因為整件事仍在發展中 之後它們會做一些類似的Landskipping 即是種花草樹木 中間有一條天然的Creek 即是小水流小河流 沒有河流那麼瘋的小溪 再前面那一堆樹木 都是屬於Polygon 之後再有的發展 即使將來發展都好 對我們的影響就很少 因為有些樹隔著 即是會引水在這裡 是的 沒錯 即是一直沿著這個樓 是的 這裡會有些是石仔 之後它的圓弓之後 它是天然水道的小溪 會流水下來 這裡一路的石都會流過來 順便就像做圓景一樣 走下來的時候就會更漂亮 整個屋苑真正的入車口 就會在前面 現在有貨車正在動工的地方 大家看到它的condo 其實都已經起到頂了 所以其實它的收樓期是很接近的 是說明年的Spring Summer Time 分分鐘最多延遲都可能延遲到明年的Fall 所以大家可以預計明年5、6月左右 大部份的物業都可以交流 我們現在去的是Show Home 將來這一間都會賣的 但這是最後的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示範單位 項目就叫做Burn Park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是在Burnaby Burnaby 哪裡呢 Metro Town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是Metro Town 而我們還有兩個站的距離 我們是最近去Edmond的Sky Train Station 這一個位置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開車去Metro Town 可能都是說10分鐘以內就可以駕到的了 但如果再想駕駛短一點距離去買菜的話 其實駕駛4分鐘 我剛才也在那裡買了咖啡 我們可以來到這個Metro Town 這邊有兩個購物店 Starbucks、Winners 然後我記得還有什麼 Save on Food 全部都有齊了 也都開了原初 所以這邊過去是最方便的一個購物店 如果大家由Burn Park 走去Edmond Sky Train Station 大概是18至20分鐘左右的Walking Distance 它的後面就是這條Creek 和整個Park 我們又看看現在這個Site 會怎樣建立 我們剛才在外面跟大家分享 大概是這個位置 在Burn Park Drive上面 是比較安靜的世界 外面South Ridge Drive 稍為多車 這個項目Polygon建立 總共是44間Town House 後面這些灰色和後面這些白色 全部都是Town House 這裡包括將來現在Sales Office 都會變成Town House 這裡都會在整個Site 裡面的對樹林的位置 另外這一塊是一個 一座五層樓高的Condo 裡面大概58個單位左右 整個項目已經在發售 所以大家會看到 有些紅色的貼紙在上面 Town House Polygon是分了兩期買 第一期大概是十多二間 就是這些灰色 標記了號碼和Plan 也是剩下為數不多的Town House 然後這些白色的 就是下一期 等這裡賣完就會發售 都很快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上一期 還沒選到適合的單位 還有機會的 那價位是怎樣 現在剩下的幾間 大約是150萬到170萬左右 那價錢的分別 主要是因為有幾個原因 首先我們看看地形 就會知道這些向著公園 比較優靜 沒有人看見你 Privacy比較高的 相對價錢會比較貴 另外有些積 例如Plan E 它的室內面積是接近1700呎 會比普通那些 大概1500呎大一點 所以又貴一點 也會大家留意到 有些Town House 好像6號一樣 它是前面還有這麼長的室外 好像是停車空間 這個是計了入Strada Plan 計了入職 大家可以在裡面兩個停車位之外 外面再停兩個車位 所以這些也是價值 好像這些小的就不行了 所以這些就決定了不同單位的價錢 如果大家想住在休靜的環境 就不一定要住在Metrotown Skytrain 旁邊這麼忙 這些Wood Frame Condo也是一個選擇 現在發展商紅色的店都賣了 我抽了一些在這一刻還未賣的 即和大家分享一下 510是整個屋苑最大的單位 也是Corner Unit 是919,900元 室內面積是975呎 是一個很大的兩房單位 另外又可以和大家看看 一些中價便宜的兩房 我們找一個向北的兩房 好像這個 842呎的兩房 829,900元 也是兩邊分開房 打直的客飯廳中間 這個是B2 Plan 508 另外如果大家想買一房的話 就剩下最後一間 那號碼是2樓的 217向南 這個便宜的 62萬左右就可以買到 室內總面積是600呎左右 也是很市正的一房 Master Bedroom也很大 有自己En suite可以充滿出來 好 Hello 不是 撞了 撞了 現在和大家先在外面走一圈 去分享一下它的外觀風格設計建材 是什麼 整體它是一個West Coast Modern的風格 比較現代式的建築 是三層樓高 大家其實看到兩層 因為還有一層是Basement在下面 它的屋頂 現在我看上去好像是平頂 但其實它是納青的屋頂 它是整塊 但它是有一個微微的波度 在這個位置看不到 然後建材 外面的建材方面 好像這些一大片 灰白色 旁邊的深灰色一片片 都是Hardy Panel 都是Durable Materials 而這些一片細片深木色的 包括我上面的屋簷 都是Hardy Bot 另外門口就有這些木柱 整個風格就Match 這些包場角位 窗角 都是金屬黑色的金屬片 然後地下的磚 它都大部分是鋪了深色的地磚 去Match整個整體建築的風格 所以整體看起來都挺型的 再加上它在門口屋箭位 其實是有裝露燈 所以晚上開燈的話 又可以照明又可以美觀 現在我們就 進去之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說了 其實這裡主要的Town House 都是四房 但分三層樓高 但是最大的不同 就是有一些Plan 好像這些Plan B、Plan F 它是有一個Basement 就是它最底層樓了地下 因為這裡是一個波道 這個是Window Well 裡面是一個房間 也可以透氣 但是會是屜屜了下去一點 而車褲也會在下面那一層 因為這裡是一個波道 這裡是山坡最高的位置 一直這樣斜下去 所以車褲進去 但是如果你人走的話 另外有一個入口 就直接可以去到廳 大家看到這裡進去 就已經是客飯廳 所以變成如果大家家 有年紀大一點的長輩 不是那麼想說 每次要由底走到最高 至少這一類的Town House 就可以幫你省一層的走路距離 另外有一種就是怎樣的 就好像這一邊 就是我剛剛昨天 跟客人都簽了一間 類似這些風格 就是它整個三層 都是在Ground以上的 大家去到看這間Town House 就明顯看到的差別 就是立即沒有了Basement 後面那裡進車 後面這間就是房間 這個是Corner Unit 所以窗的話 除了這邊之外 那邊還有一個窗可以採光 這間房間就變成陽光就很好了 我們今天看的是一個示範單位 不是這個Style的 沒有做到這個Style的示範單位 我們進去看看是Basement 設計的示範單位 但是就是Corner Unit 就是分三層 但是我們這邊Walking進來 已經是這座東西的二樓 我們門口進來 大家可能已經感覺到很多窗 因為這個是Corner Unit 它除了這邊向北 前面向南一點的窗門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是飯廳窗口 就是Corner Unit才有的 夾在中間那些就沒有了這邊的窗 所以飯廳就會黑一點點了 這裡的話 我們的面向後面 就是面向的Green Bell 所以就會Private 看到綠化多一點 這個窗大家都可以常開 這邊是客廳 Area 大家看到這些櫃是Design Items 所以到時交樓的時候就沒有了 除非最後買了這間Show Home的朋友 所以你的牆壁其實是在後一格的 你會再感覺更闊落一點 這裡就是飯廳 飯廳放進去 Hor Hing Demia 今次的項目 我走進來的感覺 就是 ALEX PERI İnsChe appreciate 客的飯廳외 area很大 它的設計其實是有分開兩個廳 飯廳有一個嗚似住宅的地方 除此之外 來到廚房的前面 都還有一個空間 可以好像家的房間 overview 看看如何設計 因為我都有一位朋友過來看 我想說分開兩個廳 不要 我寧寧把那裡變成飯廳 我的客厅可以大很多 可以做运动可以跳舞 我们现在看看厨房的设计 厨房占了多少面积 是一个很大的L形的厨房 又放了一些大型电器 有窗旁边是露台 彩光很足 另外也有个相对比较四方的Island 有很多储物空间之余 都可以坐到很多人 可以坐到三个人 全部都是石材 台面都是Quartz石英 因为Burnaby 很多朋友都说想住townhouse 我都会推荐Richmond 因为Richmond很多选择 很可惜Richmond最近很多新项目 都发展在大界 所以很难找一些安静内街的项目 Burnaby本身是小townhouse 大部分都是duplex 独立屋或者condo 所以这也是很难得 有大发展商起 有双车库有大厅的项目 这里整个都是厨房地区 很大很多空间 桌面是clean的 没有任何水盘 或者是爐头 所以在这里可以做面包 Workstation 什么都可以 这里下面全部都是很深的储物空间 我簡直觉得很深 比平时的Island深很多 因为这个Island的闊度 比我们平时看的闊很多 所以这个单位的储物空间很多 Island是储物空间的微波炉 然后这里会有雪柜 雪柜是大的双门雪柜 然后里面的电器是Fisher & Pico 36寸雪柜 36寸雪柜上面还有顶柜可以放东西 也是挺深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就是所有的桌面空间 都是30寸的爐头 它是用氧的 然后每一个单位都有 每个单位都有每个氧水柜 所以氧水的费用你自己给 包括整间屋是取暖 是用baseboard 都是自己给回电费的 下面有个焗炉 它用的牌子应该是Kitchen A 对 上面的氧热烤也是Kitchen A 上面的抽油烟机也是Kitchen A 上面也是大量的储物空间 不和大家分享 里面全部都是柜 转角位是有帮大家做了转盘 这些应该都是储物空间的很多 柜桶 等下先关掉 这边是很多柜桶 它都很好 还标志了给大家看 Gas Shut Off在哪里 大家很方便便可以找到 然后来到这边 对着窗口位是Double Sync 双洗手盘 下面也设置了垃圾桶 方便大家扔垃圾 这里是洗碗碟机 然后这边也是储物空间 所以我看了整个厨房 我的感觉真的可以安装很多东西 不需要霸占太多车库的地方 都可以安装很多东西 然后再加上这边就是露台 这一间露台前面是望Green Palace 后面是望到来源 未来这里也会有一些建筑类的东西 露台其实也挺大 挺阔 然后大家可以从露台看到 其实我们望到这边的街 街道是下面的 所以下面这个位置就是入车口 这里有一块 这个距离是不足以给大家拍车的 纯粹是一个短路路 进去 这里可以煮酒 外面也帮你安装了电锅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上去楼上看看 楼梯位 我们上到来就会看到 它也有做了两截窗 由下面streetfront level到楼上 所以这个楼梯位 你不开灯应该都会很光亮 一上到来楼梯位 就分开了两边 一边是主人房area 另外是两间房 中间就是side by side的洗衣机干衣机 它就有台面 这个台面 然后上面的通和这个楼梯都包了 长纸不包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洗衣干衣 有些衣服不干得就可以挂在这里 也有很多空间可以放东西 我们先看看主人房 灯也是包的 里面有灯的 下面呢 这边也有poart tiles 我们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呢 我来的感觉也是相对很大 很阔落 可以放到king size床 还有床头柜 楼底也是特别高的 11-12尺的楼底高度 大家在这间房间休息的时候 尤其是大家选择了 向着green belt的话 主人房是对着green belt的 所以你在这里睡觉的话 就会感觉上安静很多 也很private 不用每天都要关窗 除了旁边的窗外 上面还有一个窗 因为这是corner unit 但如果不是corner unit 就应该没了这个窗 好 我们去看看主人房的衣柜 它是walk-in closet 可以进来关门 现在做了design items 大家可以参考它的设计 将来交楼标准 会是普通的一块板 或是一条通架 然后我们去看看主人房的洗手间 我记得它是4 piece 有一个很长的桌面空间 分开两个sink 中间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每一个sink 下面都是双门打开的 处物空间 然后中间有三格柜桶 给你放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然后这里有座座 座座的旁边就是shower stove shower stove 它用纤维底座 大锤也设计了一个可以放很多东西 或者是坐的一个space 这些是铺砖 上面是一块quart 它的洗手间 碰水的那两棵墙 都是一些tiles 其实这里应该还有一盏灯 为什么不着呢 哦 着了 它的设计会给你一个handheld shower 另外这个可以调节高度 上面还有一个ring hat 另外两间房就是这两边 它们会share中间的洗手间 刚才主人房给了shower stove 所以中间这间房 它设计了bath tub给大家了 也是铺砖了 然后这边是桌面空间 延伸到座座的上面 上面是一个 它没有可以拿下来的 看看两间房 两间房的大小 其实我觉得在新楼标准来说 都算是不错的了 不得和旧楼比 旧楼比较大到很夸张 但新楼来说 这边放到queen size床 还可以放到床头柜和桌 后面是双门衣柜 有一个高度看下去 这边和对面的距离比较远 不过这是show flat 大家将来买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看地形图 我们去看看下面的basement 但是楼梯的地形图 现在的地形图 你会看到它由楼梯开始 到楼上都是地形图 大家找我买的话 或者我帮客人 会争取到 将上面的地形图 变成地板 如果大家不太喜欢 不太想打理地形图 上次的两个客人都批了 希望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帮大家争取到 现在我们去看看basement 但是楼梯的地毯必须要保持住 这是安全问题 一样楼梯位是有地毯的 大家在屋里 Forel都会看到这些basement 每一个basement都会有控制 例如这里 就是调整冷暖的温度 然后这里是双车库 同样的epoxy也是 我也有帮客争取了 叫Polyga送了epoxy 这些交流标准是没有的 如果大家不升级到epoxy 的话 就会是普通standard的水泥地 升级到epoxy 就会美观地 用下去更轻松一点 这里就有一个开车库门的按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斜度 这里的driveway向上铸一点 就可以进来并排双车库 对了 也有EVReady的outlet 所以大家买单位的时候 以后就不用了 一定要再找电工来办 直接买车库门 就可以帮你的电车充电 来到这边 还有一个小孔 这边有一个hot water tank 所以这是供这间房子的热水系统 这个都会包在你的单位里面 也有保险的 还有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一座 其实这个是city的耐水管 下面有个红色就是shut off 你看到Polygon 这边都bill了main water shut off 就是大家真的需要生水制 就是用这一块 我们现在不去移动它 那这些水是哪里的呢 是city提供的 那city来的水压是比较大的 大约是100个psi psi是那个量度的measurement 然后这一块就是一个减压阻 每一个家里应该都有的 那经过了这个减压阻力之后 进入到我们家里的水压 大约是50个psi 那这个是比较standard的标准 那因为我们家里面 未必每一条水管 或者是承受到太强的水压 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减压阻力 那这一块是水压可以调节的 有些时候研楼师都会去帮你去查水压 在水喉上 那水压如果过高的话 他可能会提醒你adjust一下 比较好一点 因为太高的水压 对于你家里的水喉 或用水装置 未必是很好的 但是有情是醒 大家都不要自己去做这个水压 因为我们的水工朋友都跟我们说 这个东西 自己去做的话 有机会 不是那么好 你应该找回专业的plumber 去帮你调教 或者去处理 或者去量度 自己不要教来教去 因为最近也有遇到一些 case 香港朋友 因为我们香港的水压是大一点的 开水盒可以很厉害的 来到这里 有些屋的水压可能是留得比较小 慢一点 大家不习惯的话 最好都不要太擅自去调教 一定要找回专业人士 去确保你家里的水管运行得 顺畅 或者不要有potential 我们进入房子里面 刚才分享了车库 这道门是display unit 才帮你整个玻璃门 实际上交楼的时候是不会的 一定是实心门 因为有防火标准 因为隔着车库 必须有这样的door 安全系数问题 这间就是楼下的房 大家看到这间房是四正的 有櫃有窗 因为它是basement level 前面是爐 后面已经在山坡里面 所以它是低了 大家看到这个是window well 望出去有少少植物 要向上望才会看到天 但透气方面都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拿了一部车 到来跟Burn Park 四分钟左右的shopping mall 大概地理位置 和大家看看地图 我们就是Burnaby Burnaby也很大 Burn Park是属于Burnaby South East Corner 这边的树林 最近的shopping mall 其实有两个 开车四分钟 而且是很顺畅的一条 叫做South East Drive 很小车 下来Big Ben 这个商场 这一条就是Marine Way Marine Way可以说是 东西朝向的其中一条主缸道 是偏南边的 而且相对来说是塞车 或者行车速度会快一点 因为它每一个灯位之间 是隔得比较远一点的 所以我其实都常常走这条 因为我们住在Delta 我们其实住在下面 North Delta这个位置 所以有些时候去Burnaby 或者是沪通的时候 过桥过来这里 其实是快过去Metro Town 很多 因为这里上Metro Town 可能有十几分钟 十分钟左右 这个shopping mall 都很旺长 大家看到现在这条 是进来的其中一条路 不断有些车都排队进来 出去 parking lock都排满车 因为这个商场 有很多的配套 包括有西式超市 Safe on Foods 也有中式超市 原初 也有York for London Struck 有Canadian Thai 就是买那些 上次我们在家的烧烤 机仔的包子很漂亮 也是在这里买的 也有些银行 牙医 有winners 可以买到家用品 Homesense 基本上全部都有 所以这个商场 就变了越开越多 它就服务了下面的area 包括甚至是 島仔 这边Burnaby 或者我们有些时候 南北经过 我有些时候 想买杯咖啡 又不想上到 High Gaze 都在这里买杯咖啡 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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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道路讯息 让大家不太熟悉 One Core 朋友会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 这条Marine Way 为何说都是重要的主缸道呢 东边可以一直到New West 上Coquilum 上Highway 向西的话 再走多开多 10分钟不到 这边Boundary 过了Boundary 其实已经去温冬了 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屋 就是River District 以后也有个新款推出 再跟大家分享 一路过去 温冬温西 去到王庭喝茶 好 那我们现在就索性去商场 或者去外面 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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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農場專門去種藍瓜 這個藍瓜很恐怖 很恐怖 這些是無果冬 這些不用交易也很恐怖 買的可以馬上放在蓋上 這些不是買的 這個是裝飾的 100元 真的隨便拿一個 不如買一個給爸爸 我爸爸每年晚勝節特別興奮 因為香港沒有不玩這些東西 我們是住房子 去到晚勝節那晚 有些小朋友或小朋友 一家大小裝飾過來敲門 我爸爸很興奮給人家 他很興奮一整晚 不如我們買一些藍瓜給他玩 買著一個 為何有白色的藍瓜 這些要自己刁 我們買有孔還是沒有孔 有孔的貴很多 就這樣拿一個嗎 好 這個小小 我看衣服都很搭 什麼三元一呎 我看衣服都很搭 對 快點拿吧 嘩 很重的 這些藍瓜 買一個好像不夠 買兩個 門口一邊一個 好 Save on food 那些鬼佬 超級市場 就會多些這些肉賣 這些是大家去中 譬如說大統華原初 比較少這些不同的 沙拉米 腸 那些 你最喜歡吃過這些 我是 但你不喜歡吃 對 對 對 還有很多 火雞肉 然後都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芝士餅 在溫哥華 Richmond 這些地方生活都挺爽的 香港就是大量的 我們韓人食開的東西 超級市場 八家為漢 你要專門走到 譬如說 什麼International 或者是 那些叫什麼 City Super 才會多些少少 偽老一點的東西 但在這邊 就可能一個 店舖已經抹足了 你的所有願望 你喜歡買這些 或者是 不同的Salar Dressing 或者是意粉 你可以在Safe on Food Safeway 那些解決 隔離 一分鐘 月初你又可以買些 很中式的東西 這些蛋糕 是超級市場做好的 它便宜過你去 一些Bakery 去做 例如說 Tuan Michio Layer Cake 現在特價12.9 下面這些大一點 就24元 當然麵包選擇 都是這麼多 我們買一個普通麵包 夾牛油 很久沒有吃過 好 這個 意大利麵包 好嗎 這麼多 這些是貴一點的 試一下 但這些 不是這個 它這隻寫著什麼 沒有防腐劑 沒有GMO 沒有糖 沒有油 沒有那些 我們是健康一點的 這個 對 麵包 這些貴很多 5元 兩元而已 這些五個多 如果五個多 它的份量是這樣的 剛才我們那些 長一點 軟 其實它拿上手 是重一點的 剛才整個軟 那些是兩個多 是嗎 我們買了兩個南瓜 買了兩個南瓜 嘩 嘩 頂 這樣呢 兩個南瓜 就有多少錢 看看 九個多 四個九 一個南瓜 兩個加十元 接著 買了一個藍莓 六個九 藍莓是這個 這些是自製的 特別貴一點 麵包 五點二九 接著 最後 機仔說這個 Cabbage 特價 不是這個不是Cabbage 這個Califara 特價四個九五元 走過來 看到有個Pizza Hut 我們想想不如 不如回家住 隨便買個Pizza吃也好 然後來到商場的另一邊 Safe On在那裡 還有很多東西 有些快餐 有麵包店 有Subway 有Pizza Hut 外面有麥當勞 接著旁邊還有些 好像SPA 做Laser 大家脫毛 做Laser 做美容 Iris 買太陽眼鏡 接著有雪糕石 有Chicol Chicken 就是炸雞 然後有Nels 那裏Canada Trust 那裏是Canada Trust 那裏是一個 波的另一個小小角 譬如說那裏擺了出來的攤檔 又是另一個小的Supermarket 所以其實住在這裏都頗方便 基本上都搞得到 好 現在我就進去買個Pizza 嘩 挺漂亮的 我喜歡吃這些Pizza 很想吃 吃吧 吃吧 你吃一個 看一看 不然 不然 你現在吃了 不然當然吃 好 這麼激 咬我一口 嗯 好香 -來 你綁啊 哇 噢 噢 好香